好的 欢迎回来 下面我们聊聊政府的稳增长计划 二季度的GDP增速已经逼近下线 政府迅速出台了放开贷款利率 为小微企业免税 加快发展节能环保产业 和促进信息消费等一系列稳增长的措施 但在其中被市场最寄予厚望的当属加强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虽然目前新一轮城市基建投资的规模还不确定 但从十二五的规划中我们可以看到 城镇供水设施的总投资为4100亿元 城镇污水处理则为4300亿元 城市垃圾的投资为2636亿元 而燃气方面也有250亿元的投资规划 相对于上述的项目 地铁和轻轨的投资规模则更为巨大 预计到2015年 中国城市轨道建设的运营里程 将达到3000公里 2020年将达到6000公里 所需投资额在3万亿元至4万亿元之间 一起来看 国务院在7月31日的常务会议上提出 要重点加强六大领域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包括地下网管改造 污水和垃圾处理 及再生利用设施 以及地铁轻轨等大容量公共交通系统 根据海通证券的预测 此轮城市基建投资将占到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4.5% 比铁路、棚户区改造、电信和环保四项占比的总和还高 在政府追加投资的乐观假设下 城市基建有望拉动下半年经济增长0.4个百分点 新一轮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能否扛起稳增长的大旗 这一轮投资和4万一次级又有何不同之处 已经不堪重负的地方政府 又该怎样解决资金来源呢 今天我们请到财新传媒 宏观新闻部评论员于海荣为大家做出点评 海荣你好 首先我们想知道的是 这一轮对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规模会有多大 它是只是十二五规划里面那些 还是会有更多的追加投资呢 现在看到国务院常务会的表述来讲 涉及到的一些目标 包括污水处理也好 生活垃圾处理也好 这些目标实际上都是跟我们能查到的 十二五的相关的规划的目标 其实是一样的 所以对这个规模投资规模来讲 我们也可以从十二五规划里边 它规划所设定的这个投资规模 来进行一个大概的一个测算 因为现在我们是现在能看到的是 城市供水 然后包括生活垃圾无法安排处理 包括污水处理 包括那个燃气 城镇燃气使用这四个 这四方面其实十二五规划 是有具体的投资额的规模的 这样一个 我大概加了一下 大概是集中在1.13万亿左右 但这样的话 这四项 这实际上是说十二五 期间五年的一个总的投资额 那分解到现在来看 其实可能就不会有这么大 可能大家觉得 投资额会比较大的一块 就是城市轨道交通建设这一块 因为我们现在看到 我们发改委 就包括之前大家在传说 大概是到三万亿到四万亿 实际上这个规模是说是 到2020年 然后咱们整个的城市轨道交通 可能投入运营的 会到六千公里 这样总的 六千公里的总的投资额是 三到四万亿 实际上并不是说今年 或者说最近两年的时间的 这样的一个规模 对于最近两年的这个规模 其实发改委 他们是去年的测算是说 去年是达到了1900亿 今年他们估计 可能会到2100亿 2100亿 对 这就是一个大概的 这样的一个规模 那我们知道现在 城市基建这一块 而是市场对稳增长措施 最抱有厚望的一个方面了 那你觉得城市基建 是不是一个稳增长的 一个好的方法呢 从目前的 现在中国的经济发展 这样的一些条件 基本条件来看 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 还是很不错的一个领域的 首先因为我们之前 搞的一些基础设施建设 大多部分都是集中在 城市间的这些路网 桥梁什么的 包括以及地面上的 这样一些东西 但实际上我们 这次提出的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它实际上就是 确实是符合了 像去年经济工作会 提出的那种 就是立长远 还不短板 而且是不会造成 重复建设 这样一些规模 因为大家也都知道 尤其是去年 像北京721大雨以后 大家都知道 城市管网这个 集排水系统 是存在很大的短板的 所以这次选的 这些规模 一方面就说 这确实是我们 经济增长的一个短板 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到 因为这些领域 实际上也是说 怎么说呢 就是说是涉及到 就是属于一些 精灵性 或者准精灵性的领域 可能就是说 你国企来做 因为你效率低什么的 可能有些不太会盈利 但是如果你交给 其他一种的经营方式 它还是有可能 会产生一定盈利的 所以也应该是说 在补短板的同时 它也考虑到 就是在实际操作中的作用 也是就是可操作性 也是比较强那些领域 上一轮刺激完了以后 可能还有一个后遗症 就是很多地方政府 现在已经是债台高筑了 那在现在经济放缓的情况下 财政收入呢 也在放缓 那他们是不是还有能力 来进行这一轮的 这个基建投资 然后呢 我们也听到了 这一轮投资的 一个破题的点 是要引入这个社会资金 社会资本 那你看好吗 从我们现在能看到的 12股规划的 相关的这个内容来看 它其实是很明确 地方投入为主 8月份我们正在进行的 新一轮的这个 政府性债务的目的中 这个包括地铁等市政设施 它又被列为一个重点行业 然后要关注它的债务率的变化 包括那个偿债风险的 这样一些分析 那其实世界上也是说 中央其实也注意到了 这方面的一些风险 所以因为就是 你地方政府没有钱了 那怎么办呢 只能想新的办法来 所以这次又是再次提出了 这个对社会资金开放 那其实实际上 大家对社会资金开放 效果会怎么样呢 实际上还是要看 后续的一些政策 因为我们也知道 新非公经济36条 从05年开始到现在 已经很久了 其实大家对这个效果 一直是不太 就是还是意义比较大吧 觉得效果还是不太明显 那这次能不能 真的是破题了 那可能要看一些 后续的各地的出的一些政策 我们现在能看到 是北京有一些相关的政策 已经出台 你能感觉到 北京确实是在 要确实是要在做这些东西 包括他提了一些 新的政策放松 比如说引进 对对对 经营性准经营性 还有非经营性的项目 怎么样来引入社会资金 那这个其实效果是怎么样 还是要看以后的执行 好的 谢谢海荣 目前业界普遍认为 这一轮城市基建投资 不会再走四万亿的老路 不仅是规模有限 相关的银行信贷 也不会再出现净喷 真正通过制度设计 引入社会资金 将是这一轮基建投资的亮点 后续效果 我们也将密切关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